各位鄉親大家好 好 生風安之生 韓國瑜新竹敗廟鐵人行程 第一站天后宮 就大秀客家話 和客家鄉親擲鋼琴 那個黑咖啡龍 你去你去 不要誤會不是色狼 是小狼 來到客家大本營 韓國瑜更是催了去 客家連發大開玩笑 我四次參選的選舉的總幹事 全部都是一位關係的老師 客家鄉親的奮鬥的精神 真的是嚇人 早上五點多就敲我的門 晚上十二點到夜市 我說賴老師你都不睡覺 他說我們客家人打仗 就是不睡覺就是衝 韓國瑜在八小時內 連桿十一個鐵人行程 當中八間宮廟 大多都是客家信仰中心 韓國瑜就是客家人的精神 刻苦耐勞 從沒有本錢 開始做任何事情 他的為人做事 真的百年難得一見 韓國瑜還現身參加 異名祭感受客家文化風俗 用心良苦 就是要搶供45萬客家票員 客家鄉親大家都誤會 他是應景 因為不了解客家人 客家的精神是忠義 對國家有忠 對朋友有義 只是十天前黨部規劃 韓國瑜的行程 本來只有新竹縣 最後臨時追加 位於新竹市區的三間宮廟 搶踩市長林志堅的地盤 似乎是想借韓國瑜的優勢 把綠地恢復為藍天 一旦交上了客家 好朋友 就是一輩子的好朋友對不對 對 而且仔細看看這八間宮廟 獨立柯文哲一家最愛的都城隍廟 是政治考量嗎 種種安排美美嘎嘎 不免引發外界聯想 記者綜合報導